吃味玩汉字 天天找知识 字字是童话 汉字有意思 长耳兔起得早 太阳公公看了笑着问 长耳兔 咦 怎么起得那么早啊 我要上学呀 长耳兔高兴地回答 对 今天开学 太阳公公念叨着 把一大片阳光 洒到长耳兔身上 长耳兔浑身暖和和的 长耳兔蹦蹦跳跳 来到小马猴的窗前 轻声喊着 小马猴 快起床 我们一起去学校 长耳兔夹大嗓门喊 小马猴 起床啦 小马猴是被喊醒了 可是他根本不想起床 还故意打起了呼噜 再不起床就要迟到啦 哦 长耳兔 我的袜子跑了 我得先把袜子找到 你先去学校吧 小马猴 姗姗来迟 心里想 长耳兔真傻 以后可不能学他 时间匆匆过了一学期 眨眼也过去一半了 孔雀老师组织大家 进行了其中考试 等到公布成绩的那一天 大家的耳朵都竖着 希望听到好消息 长耳兔一百分 这是全班最高分 小马猴五十分 这是全班最低分 小马猴的脸羞得葱红葱红的 下了课 他向长耳兔取经说 你怎么考得那么好啊 长耳兔微微一笑 神秘的说 我只记住了一句话呀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哦哦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早起的虫儿会被鸟吃的 无聊 好啦 我们不无聊 今天来讲讲早这个字吧 好啊 早是怎样的一个字呢 早 中国人早上一见面了 总是会说早 意思呢 是在到早安 早这个字呢 表现的是太阳刚生出草地 早也可以用来形容提前和前面的时间 像是早起早睡 早起早年等等 嗯 morning good morning morning cold 诶 现在是怎么样啊 中阴对照吗 没有啦 来看看甲骨文吧 ok 草的本字呢 你会不会像一个叉子的形状 代表何本植物 这个字呢 即是身旁 也是形旁 甲骨文的枣啊 就是一个日 加上一个草 代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草木 沐浴在昭阳之中 我看啊 造字本一说 红日出生 小草带路的清晨 对呀 是不是这样说呢 经文的草 简化了 不过还算是程序的甲骨文 是的 传书很有趣 把草字写成了甲 加以秉丁的甲 把字型呢 变复杂了 不过 历书又把甲骨文又恢复了 真的耶 造字还真是会分辨 不是一昧的变化 好的还是要改回去的 日 在草上呢 微早 就是朝日出出的意思 那么日在树上呢 就是念稿 就是上面一个日 下面一个木 念稿 哦 还有啊 上面木 下面日 念窑 窑是天色大量的意思 至于日在草中 是末 莫名其妙那个末 通目光之城的木 就是太阳下山的意思 所以呢 日在树下围绕 变成天色昏暗的意思咯 哎哟 不是在讲早吗 怎么一下又木 一下又日 一下上 一下又下 多些电话 说给你听咯 好啦 我又给你弄糊涂的啦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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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